陶淵市教育局公布了一百一十學年度 國中小的健檢資料分析結果 發現了國中小學生變胖了 而且肥胖率前五名全在偏鄉 而偏鄉的肥胖率 還高於都市人口集中區 下課時間校園裡學生在操場跑跑跳跳 玩飛盤 陶淵市教育局分析一百一十學年度 詮釋國中小學生健檢結果 國小肥胖比例從一百零九學年度的十三 三點一零百分比上升到十四點二五百分比 國中生也從百分之十六點七 略升到百分之十七點七八 確實也有學生覺得疫情期間自己變胖了 你覺得你有變胖嗎 有 疫情期間就是比較少運動 因為口罩的原因 我們目前除了結合生態校園 讓小朋友種菜運動之外 我們每個禮拜小朋友都會跑操場 那每一個月我們也會有一個全校的大隊建議 讓老師跟小朋友都分成兩組來做對抗 教育局公布陶淵國中小學生肥胖比率 前五名全在偏鄉 附近區百分之十九點五一 觀音區百分之十九點二八 新屋區百分之十八點四四 大園區百分之十六點零三 大溪區百分之十五點七三 高於桃園區的百分之十二點六二 和中立區的百分之十三點九七 市區的肥胖比率反而沒有那麼高 那最主要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這三年疫情 那孩子們都待在家中 久坐比較沒有動 還有就是可能在飲食的部分 都過於的精緻 教育局表示全市國小國中學生肥胖比率 都低於全國的百分之十四點四一 和十八點三二 也進一部分析全市整體肥胖比率攀升 原因主要是偏鄉區隔代教養 和單親家庭居多 較少注意學童的飲食均衡狀況 加上疫情期間缺少適當運動 記者 詹淑雲 桃園報導